住戶騎車回來停在路旁 赤裸上一男子拿著竹竿前來驅趕 對門口道路有機車停放有些不滿 他先把我的監視器打歪 刺青男子把手上的長竹竿加工 綁著一把菜刀朝上方監視器猛烈敲打 鏡頭外到一邊 男子以為監視器被打歪不會被拍到 接著把手上的竹竿朝地面以及機車猛砸 一下兩下砸了好多下 就連別人的安全帽也丟下馬路 男子不滿住家門口機車擋到 還拿球棒敲打機車後照鏡以及車身 所有過程都被拍下 被砸毀的電動車放在一邊 車可毀損地上還可以看到斷裂的球棒 而砸車男就住在一樓 七樓設置了禁止停車擋到告示牌 只是每到假日樓上住戶有朋友拜訪 就會把機車停在路邊 他覺得影響通行 不滿砸車而實際求證當事人情緒激動 既然住戶行大家都知道了吧 都習慣了吧 是因為他的電動車擋住他的出入口 造成他一時心生不滿 所以才遲球棒將電動機車毀損 出家門口有機車擋到 男子喝醉酒一氣之下拿主管綁著菜刀 惡搞監視器砸毀機車 被害車主無辜受害報案 而男子也被依毀損罪 含送偵辦 三星王大衛紅薯豬高雄